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神用数字向我们说话 今天特别要跟大家介绍八这个数字的奥秘 八代表新的开始 在圣经中神说一到六天要工作 第七天要安息 因为七代表完美完全的意思 八却是代表超越 代表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循环 新的生命和新的创造 你知道吗 圣经的第一卷书 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是 起初神创造天地 但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 约瑟死了 正110岁 人用香料将他熏了 把他收敛在棺材里 停在埃及 从生的开始到死的结束 因为人进入世界 堕落犯罪 与神隔绝 只等到神的儿子耶稣 道成肉身 来到世界 才成就了新的开始 在旧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时 马拉基书四章六节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新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是 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一节 愿主耶稣的恩惠 常与众圣徒同在 阿们 从咒诅到祝福 不只是祝福 还有应许 圣经最后一个字是 阿们 因为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提到 神的应许 不论是有多少 在基督里都是是的 所有借着他 也都是实在的 阿们的 叫神应我们 得荣耀 八代表新的开始 圣灵感动 圣经作者写下 神赐给我们的八样心事 像耶和华唱新歌 你必得心名 赐下心心 神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 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的里面 又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 赐给他们肉心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堪鬼 说心方言 赐下一条新命令 彼此相爱 新天 新地 圣经中出现许多八这个数字 比如说八个人进入房州 男婴出生 第八天行隔离 大卫是耶稀的第八个儿子 在耶稣与尼格迪姆 谈论重生时 出现八次重生这一字 耶稣在井旁遇见撒玛利亚妇人时 耶稣提到八次水这个字 因为耶稣说 凡喝他所赐的水 就必得永生 以利亚行了八次神迹 以利沙行了十六次神迹 八的两倍 耶稣在第八日死里复活 在新约圣经出现八十八次 神的儿子 除了原来十二位使徒 后来又有八位使徒 菲利比书四章八节提到 有八件事 可以使你拥有神所赐的 出人意料的平安 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好德行的 可以称赞的 耶稣的希腊文的数字是八八八 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使信他的都有了新的生命 新的开始 新的飞跃 新的意想和新的梦想 愿主祝福你在艰难的环境也能超越 有一个新的开始 进入新的祝福的循环 跨入新的机会的大门 拥有新的梦想 高唱新歌 创造新的品牌 在心心心灵里 说出新光眼 看到新的意象 制定新的计划 迈出新的一步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 也欢迎订阅 分享 给予一个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你